繼續來自新鋼響的消息 拜拜 環保新主義 獲保了貧窮 推動伊紐代金的作法 在尊坦記者會邀請到武道家陳寶玉 跳黑臉沙瑪的武道 陳寶玉講到黑臉沙瑪在網中 教他跳舞 由他成功站上大陸存在暗會的武道 不然在現劉備的身段 甚至拿到誰就丁現起世 這是武道家丹保玉所創造的 黑臉沙瑪武道 雙刀兵器就是結合 這一個我們講的氣跟霸氣 然後裡面是因為我是芭蕾舞出身的 也是國家芭蕾舞團的那個獨舞者 所以呢我把這些舞蹈的元素 都把它結合起來 但保玉講他和黑臉沙瑪的結合 就是黑臉沙瑪在網中指著他跳舞 讓他有信心頂恨麗與美 才順利站上帶到春著暗會的舞台 然後把黑臉沙瑪的節目拿去送審 送審審核過關了以後 沙瑪又另外教我一支那個 就是今天看的這一支 叫黑臉沙瑪央視版的舞蹈 才這樣子慢慢跟沙瑪結緣一直到現在 這就是芭蕾樂興宮 請來丹保玉表演製作為題 當時正是教育記者會 尚步樂興宮是嘉義地区 收金宮廟推動以牛代金 希望用平安米代替過期燒金爪的施術 強調傳統的信用文化也能夠有新關聯 新思維 以良代金讚 其實在嘉義跟嘉義縣 其實我們是一個領頭羊 我們帶頭先做 其實以良代金是一個很好的構想 用平安米來代替金子 其實它有很多的優點 除了說能夠借環保 然後還可以做公益 然後還可以幫助這些農民 因為我們新港鄉就是一個稻米之鄉 所以幫助這些農民來做一個產業的推動 劉興宮表示新港鄉是生產 中米和素材的大鄉電 你就是和新港農會合作 是由劉興宮主委張小凡 設計到平安米的包裝 禮米是向農會來選擇 而且要拜拜環保的新主義 也要讓農民出身的鄉長库敬鴻 真有感受 它是維托農會 保養我們這個 以良代金的這個米 這個米是經過農會特別選過的 所以說它維托農會來包 所以說這個米 也是我們農會 把農民收的米 切得 所以說應該都是有連帶關係的 平時有保證嗎 平時有保證 也經過這個政府 經過工廠 我們農會有工廠登記 以後有所關節出來 隨時麻祖部 愛的是我們一個心 我們的心味可以出來 所以其實隨時我們的心之外 我們可以用這個米來代替 尤其這個米是我們所有 我們的這個 八十 每一天都一定會需要 我們剛才說 對麻祖部尊敬之外 我們也可以拿回家 都完全沒有農會 強調平安帶著做的 醫療代金做法 劉昀教是找來不得家 丹補教 和社区媽媽表演 插入氣氛 只要讓我給他看見 劉昀教的總教 和文化華東有很親愛的感染 這就是口教洪新鎔鏘 蔡鳳報道